总理纳坦雅胡也证实正在准备地面入侵 不过目前加萨的状况是令人忧心的 当地缺乏电力跟干净的水源 以色列真的会对加萨发动地面战吗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才在最新电视演说中 向全民喊话一定会战 以色列国防军就宣布 已经执行目前为止对加萨的最大规模地面入侵 派出了步兵和战车打哈马斯 以军强调目前为止做的都是为全面地面战清场的钳制作业 加萨边界大批士兵蓄势待发 不过外界也开始质疑 以色列喊了十几天都没有全面进攻加萨 各方考量是什么 美国总统拜登一开始就警告以色列不该全面进攻加萨 现在更是努力以拖待变 用美国在911的惨痛教训奉劝以色列要制定退场机制 最好是能透过外交管道解决 只是尽管没到地面战内部 加萨走廊已经满目疮痍 到处奔跑救自己的同胞 加萨平民只有绝望 加萨人民指控以色列连面包店都炸 说着说着爆炸又来 再多的泪都不能说明加萨人民有多哀伤 他们只能绝望又麻木地看着一切重复 一个个瓦力堆代表的是家园和生活记忆全都没了 尤其加萨北部更像是被铲瓶一样 根据美国MAXR科技 比对了10月10号和10月21号的卫星空照图 原本的城镇还能从高空看到围成一个方形的建筑物 10月21号已经全毁 另一区块原本还能看到蓝色屋顶 现在只剩一片灰白废墟 加萨北部人口稠密区几乎全毁 持续十多天的空袭 让加萨从露天牢笼变成鬼城 医院更可能变成大型停尸间 因为缺乏燃油 加萨35间医院已有至少12间暂停运作 这都是因为以色列指控哈马斯偷走了燃油 以军还公布卫星照片 说哈马斯囤了50万吨的燃油 不只燃油 医院里连果实布都快用完 什么都没有 连联合国机构都无以为继 语气卑微地恳求各方 但是联合国努力至今 发送的物资不到百分之一 平民们要水和粮食却只拿到一块肥皂 加萨的惨劲已是外界难以想象 只是在如此残酷的战争中 也不是没有希望 一名还没足月的早产女婴呱呱坠地 她和妈妈都活了下来 是被死亡笼罩的加萨走廊里一丝两光 TVBS新闻综合国道 加萨的艰难处境 其实全世界都看得见 不过常年控制加萨的哈马斯 本身是富可敌国的 他们靠着卡达金主的支援 还有一些走私的罚款 每年可以获得台币600到800亿的资金 从欧洲丹麦到美洲阿根廷 还有南亚的印度 为着红黑白绿巴勒斯坦旗帜 有情怒吼替加萨走廊的平民发声 尤其中东穆斯林天天示威抗议 政府也强硬表态 曾经想当何时老的土耳其 总统埃尔段宣布取消访问以色列 利挺哈马斯 怒批以色列公所轰炸 加萨是史上最恶心野门的攻击 土耳其和以色列去年好不容易 恢复外交关系 尔段现在帮伊斯兰盟友不惜 说重话 转头再骂西方 骂人炮火猛烈 目的就一个 要以色列立刻停火 面对中东国家的威胁和批评 以色列却在这时候 杠上联合国 就是这句话 让以色列气得 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马上下台 古特瑞斯隔天 紧急出面澄清 说自己被曲解 只是以巴冲突开始后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频频卡关 10月18号 由巴西提出人道停火决议 美国反对因此否决 25号 美国拿出自己版本的决议 中国俄罗斯和阿联投反对票 再次否决 正一点就在 美国认为 决议内文必须强调 以色列有自我捍卫权 俄罗斯则主张 以色列无权防卫侵占的土地 各自坚持 结果就是安理会几乎失能 不过各国还没放弃 外交找解放 身为加萨唯一接壤的阿拉伯国家 埃及最怕的就是得接收更多难民 而这场记者会上 还有法国总统马克宏 想澄清法国不是只帮以色列 马克宏还说了 前一天在以色列总统总理面前 没讲的话 就怕加萨危机扩大 另一个可能引爆的火药库 是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交接 边境冒黑烟 以军天天和真主党交火 离班的南部城镇空荡荡 许多居民人先撤走 以防2006年 以离激烈交火的历史再度上演 TV新闻众报导 而关心台海局势 中共山东号的航舰编队群 今天是再度穿越巴士海峡 进入了西太平洋 至于解放军整体的军力是如何呢 美国的报告就指出 大陆拥有超过500枚的核弹头 实力越来越强大 中共洪流洪炸机 给国人的第一印象 制扰台乘客 不过同系列的洪流恩 更让美方念资在资 因为空射能力足以象征 解放军达成核三位一体 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递交的 2023中共军力评估报告 各界关注目光 全都聚焦在共军核能力 内容指称 截至今年5月 共军已经拥有500多枚 可操作的核弹头 状况将随着时间增长 到了2030年 预估数以备计 所以其实对美国来讲 它跟中国在进行一个 新冷战结构底下 或者是美中打国竞争的话 核之武器是 最需要被讨论的一个武器 不是只有所谓我们常常讲的 中风31 中风41 中风5 还会包含的是 核子弹道中立检验 它是可以去确保 解放军的 可以去进行 二次核打击的一个中药的武器 可是相对来说的话 对我们中华民国来说的话 核之武器 因为毕竟它不是我们首先会遭遇到的武器 所以相对来说 我们要看的是核武对美国的影响 而不是核武对我们自己本身的影响 特别是这次报告 明确点出了中共六大攻台动机 除了法力台独 内部动荡 无限期推迟统一对话 或是外国介入台湾内部事务等等 也包括了台湾有核武能力 中国大陆目标 躋身真正的世界强权 也为了避免台海冲突 战线扩大或显日焦灼 报告也点出了中共亲力发展的滋望 和太空能力 因为物恶景况 如同现代战争 绝佳叫范 当然我今天要获得战争 当然第一个就是我要有战场透明权 那我有战场透明权 我才会获得战场获胜权 然后最后我才会有战场的一个管理权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当然它的未来 它的相关的太空的建设 网络的建设 一定还会比现在要更加的一个着重 一旦进入交战 终究得回归传统有身兵力 中国大陆解放军被五角大厦认证 是当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嫌疑部队 地面军力多达105万人 其中42万部署于台海当面 而海军水面水下 舰艇总数370艘 和2022年相比也增加30艘 依然超越美军 另外空中战力 1900架歼机不增不减 不过歼16支流的第四代战机 已达1300架 这还没包括歼20等女总战机 数量除了反映在远航绕台规模编组 也让在印太地区的美军 更常遇到短兵相接 当然它对于它的这些两栖作战能力增长 像对于台湾的灰色地带冲突 这个飞弹对台湾的威胁 它里面有特别琢磨 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要关注的部分 还不只是这些数量上面的增长 那可能包括其他 像他这里面提到一些 所谓的多域精确战等等 他里面提到很多的AI 强化他的这些作战 这个指挥管制体系决策能力 然后在很多的军事领域上面的运用 那这都可能会强化 他在这些传统的武力上面的 这些运用跟反应的能力 众所皆知 中共强军进程首推现代化 先有对抗美军的能力 才能迫使台湾坐上谈判桌 只是内部军媒连点五个无能 认为共军一些干部 对于判断局势 了解上级的意图 决策部署和突发应变 都有待加强 美方纳入评估 或许也值得国军从中自信 中共的人才建筑方面的一个问题 当然随着中国大陆未来要走向联合作战 他非必要要去解决掉 这些军官的能力不足的问题 中国大陆的这么庞大的军队 他有他的用途 因为他面临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边境的威胁 那他有内部的问题 能够把握这个时间 去强化我们的精力 那才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 报告内容绝非长他人志气 更不是用来吓自己 想要敌人不敢侵略雷池 知己知彼 是必要功课 听别新闻 沉入魂与府 大陆神舟17号太空船 在今天上午顺利发射升空了 而上面有三位太空人 平均年龄都不到40岁 是史上执行任务中最年轻的团队 4 3 2 1 杨火 起飞 起飞 倒数点火升空 周四周五中国大陆的神舟17号 从九泉发射场脱离重力的束缚 航向太空 发射10分钟之后 火箭推进器成功分离 神舟17号进入预定的轨道 那接下来就会进入到 一个快速自主交汇对接的状态 这是大陆第12次载人的火箭任务 在这三名太空人 6.5小时的飞行之后 抵达天宫太空站 现在能够看到呢 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三位航天员 也是状态非常的沉稳 平静 他们也是可以打开面窗 同时呢 东1号航天员 汤红波也是可以打开返回舱的舱内平衡阀 他们可以稍微的这个来轻松 活泛一点 地表之上38公里的外太空 沉着激进 对比地表上 此时欣喜若狂 我宣布 神舟17号发射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1 2 3 这回的任务背负着 世代交替的责任 三名太空人平均年龄不到40岁 创下大陆最年轻的太空人组合记录 作为指令长吧 我要把空气站上的这种 整个的这种全面的工作都要关注 他是这次神舟时期的指令长汤红波 年仅47岁 2021年就参加过神舟12的任务 成为第一个重返天宫的太空人 我们的这个2P的航天 汤红波飞了神舟12号 那么经过恢复和这个训练 那么现在呢 应该又能正常的去执行任务 另外两名太空人分别是 34岁的唐圣洁 以及35岁的江兴林 都是首次跨出平流层 应该说更连福里强了 当然从本身从经验的角度来讲 还需要他们去下一步 就更好的积累 神舟17号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要跟天宫上的神舟16号 组员进行轮换交接 任务呢是与载轨驻流的神舟16号 载人飞船的进行一个来访对接 轮换驻流约6个月 进行舱外载荷安装 及空间站维护维修等工作 6个月的任务期间 他们将首度跨出太空站 进行实验性的舱外维修工作 累积经验 而这趟任务其实也标志着 大陆首度发射载人火箭 至今已经满20个年头 2011年和2016年 长征2号FT火箭 分别发射天宫1号目标飞行器 和天宫2号空间实验室 现在单纲的是经过历代改良的 长征2号火箭 采用直径达4.2公尺更大型的整流罩 我们下个批次神舟飞船开始 我们会大幅度提升神舟飞船上下行的能力 最大的能力要提升将近300% 这样的话更好能支撑空间站的运营 太空梦越做越大 未来大陆不仅要发射太空望远镜 还要进一步扩展宇宙的 天空太空站 还为后续第三步 也就是建成长期载人的大型空间站打下了基础 比起国际太空站 天宫虽然设备器材比较先进 但是可运用的空间比较狭小 成为头痛难题 而即将返回地球的神舟16号的组员 这趟总共进行了70次的科学实验 带回宝贵的数据 最受瞩目的成就就包括太空白 开心农场 天空上有两个太空的栽培装置 种植生菜葱跟番茄 可能就是未来人类宇宙长征的食物来源 此外组员还时常开直播 扮演科普教育小老师 大陆积极启发下一代对探索的热忱 背后的动机是更大的宇宙野望 美国CBS就报道认为 国际太空站2030年受限到齐之后 若是厨艺 天空将成为人类在禁地轨道上 唯一的太空站 大陆还预计2030年要送太空人上月球 在浩瀚星辰之间挑战西方的主导地位 特别像做不到 被认为经济实惠的社会住宅租金也要涨价了 这是桃园巴德一号设宅的两种房型价格都变贵 平均的涨幅是超过六成 而官方就解释会考量不同租户的薪资差异 不会以视同仁调涨 让弱势租户的负担过大 阳光照射进家中 让空间明亮又宽敞 桃园的社会住宅一推出 就吸引爆量民众登记 也正反映当地的需求 而桃园巴德一号设宅传出租金 调涨平均涨幅甚至达到六成 租水不能超过四分之一吧 对 因为其实其他负担还是很大 因为你住外面还有水电其他开销 四分之一吧 因为还有其他的消费花费 如果说全部都大部分都用在租金上面 就会觉得入不敷出了 巴德一号设宅为15坪到50坪 调涨后的租金在3596元到32100元之间 包含管理费 而以15坪的一人房型来说 原本最便宜的价格每个月2400元 但调涨后则是3596元 将近原本租金的1.5倍 而其中涨幅最高的则是50坪的三人房 租金从18700元调涨到32100元 涨价消息引起反弹 也正是因为社会住宅本就是一种惠名政策 但桃园市住宅发展处强调 巴德一号设宅启用至今三年不曾调涨 此次涨价是反映周边房价 以及租屋市场的行情 涨幅也经过三家估价师 依市场行情计算在予以打折 目前也已经着手研究调整方向 会考虑政策户 一般户以及薪资上的差异 并不会一视同仁调涨 而预计在年底也将研究出新的方案 以目前全台正在营运中的社会住宅来说 租金除了要考量成租人的负担能力之外 也会考量附近的行情 而且以租金来说 大约社会住宅会和一般的住宅相比 租金落在八折左右 以现在我们所在的内湖的瑞光社宅来说 一房型的租金是一万两千九百元 所以其实在针对这些族群 他们可以负担的租金的能力 我们当然在订租金的时候 也要做一个考量 过去三年代其实基本上 续约租金基本上都是没有调整的 因为其实我们也是考量到疫情的状态下 其实大家其实在这个负担成长的能力上 其实并没有提升 机制上其实我们本来在每三年 做这个续约租金检讨的时候 在出租办法规定本来就有就是提到说 我们可以参考物价的一个指数的状况 来做一个检讨跟调整 考量入住社宅民众的薪资不同 条件也不一 各县市政府也依照住户条件分级补助 像是台北市分为三级 桃园市则是从2023年5月起 将社宅租金补助等级从5级改为6级 我们基本上政府既然有这个措施 我们就要吸收掉涨幅的某些部分 然后譬如说别人可能涨三成 但是我们为了要照顾这些弱势群组 我们可能就涨一成就好了 目前台北市的社宅 我们大概在检讨租金的时候 但我觉得不坏物就是 第一个我们当然还是要务实的考量 我们在运营这个社宅55年 我们需要的成本 这个我们在检讨社宅租金的时候 但会做一个合理的 把这些需要的成本做一个务实的检讨 这个是我们必须考量的部分 台北市租金最高的是 木榨设宅51平37,900元 而租金最低的则是 新隆低途设宅12平7,100元 外面的行情是三四万 但是我租给这些多市族群 只有一万 他们可能认为说 我已经很便宜给你的 所以你会认为不当一回事 涨个五六千是合理的 是正常的 但是这五六千对一万来讲 虽然以租金总价来看 一定是低于当地的租金行情 但问题也回归到薪资本身 究竟能负担的租金应该是多少 考量通膨还有行情 也确实得精算出不同的负担能力 TVV的新闻 和江陈佑祥歇单词台报道 台湾进入高龄化的社会 而长者的挑战是要如何面对孤独呢 研究就显示了 其实孤独跟忧郁症是息息相关的 在可松体压力荷尔蒙的影响之下 长者的免疫力会变得比较差 失智症的风险也会增加 所以建议可以多参加课程 来维持社会互动 长者们一起欢唱卡拉OK 中山老人住宅 不定期举办活动 提供给高年级生 81岁的游阿姨 原本与家人一起住 但孩子忙于工作 老伴过世 现在与其他高龄者同住 比较有伴 让长辈有家的感觉 台湾将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独居长者越来越多 社区型的老人住宅 成为长辈第二个家 彼此相互照顾 即便独老也不孤老 其实孤独对人类的生理 或是心理健康 多少会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现在有不少的独居长辈 会选择入住老人住宅 因为比较有伴 而且能受到照顾 其实长辈他会希望从社区 从他们自己家里面 搬到像我们的老人住宅 或者是老人公寓 都是希望说他们可以透过 搬进来之后 有更多同年龄的长辈 他们可以来做互动 可以来这边交交朋友 或者是他们可以在这边 结交到一些 有共同嗜好的伙伴 他们可以一直去踏青 一直去采购 另一位79岁的李阿姨 丈夫过世20年 长期独居 认为住老人住宅 比起一个人住家里更安全 尽管孩子没在身边 但他也很懂得安排自我生活 学习应对空潮旗 社交团队这里有运动唱歌 也有打麻将尖什么都有 大家互相像姐妹一样 互相有社交互相报复 住进来之后 他们同年龄的长辈多 他们的共同语言就多 所以他们其实在面对 可能自己在房间孤独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有人可以诉说的 当人们年长社交圈变小 孤独感势必增加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调查 发现六都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有24.1%的人有孤疾感 更超过五成的长辈 几个月来只有一次 甚至连半次都没有 与其他亲友聚会 长期社会孤立 更需要社会重视 疫情期间两年 调查将近几千人的长辈里面 就发现他们将近有五成 连续两年都这样 三个月连一次跟外人 跟家人打电话的 不要讲见面 打电话的机会都没有 是代表他可能都完全 没有跟人家有互动 如果要去降低他的孤独感 第一个要先打造 他的安全独居的环境 排解 他大概会产生孤独感的关系 很多都是跟社会没有连结 没有朋友 没有家属 那我们建议他要跟他的邻居 或同学可以建构新的 新的好朋友的连结 那这样他就可以降低他的孤独感 而孤独感也与忧郁症高度相关 根据卫福部统计 我国65岁以上亲生死亡人数 2011年是807人 但到了2022年 判身到1183人 另外服用抗忧郁药物的长者 也从2012年的27万人 增加到2021年48万人 精神科医师指出 长期感到孤独的长者 有比较高的比例 会出现失智症 高血压及心脏等疾病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孤独的时候 当你的精神状态不好 你的失智症的风险就增加 你的高血压 糖尿病等等的生理疾病 都会循环恶劣的循环变得高 因为身体会分泌一种 叫可体松的东西 可体松是一种不好的压力荷尔蒙 它会干扰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血压 然后脑袋的功能 血糖等等的问题 就变成一个身体不舒服 心理也不舒服 然后环境也跟它互动不好 的一个恶性循环 面对超高龄时代来临 独居长者与社区的连结更显重要 社区中的长辈彼此照应 也将成为常态 TVBS新闻 张志明 刘燕轩 台北采访报道 全球的笔记型电脑 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各大品牌 包括像是LG 惠普 联想 还有华硕 都在研发折叠的功能 市场也传言 苹果可能最快在2025年 要加入这波战局 不过折叠笔电 虽然有些优点 轻薄 不过其实它不容易散热 价格也不便宜 萤幕翻转 实用性大升级 可以变成画板 又能折回来 变成普通笔电 应该在我们的比例里面 大概会接近到 差不多五分之一 整个月的销量的五分之一 搭配14寸萤幕 重量1.3公斤 还能多功能操作 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 而PC市场已经饱和 根据研调机构公布统计 都显示 2023年第三季 个人电脑出货量下滑9% 其中苹果产品跌幅最重 第三季出货量年减24% 联想总出货量年减9% 但仍然以25%的市占率排在第一 而惠普出货量则是唯一 有所成长的业者 增幅达到6.4% 大厂势必做出改变力求成长 折叠笔电自由变换萤幕大小 像是LG近期推出折叠笔电处女座 但目前只在南韩市场发售 而惠普9月发表 号称世界最薄最小的17寸可折叠笔电 重量1.35公斤 随着柔性面板技术推出 然后各个厂家除了要技术展示之外 也是希望能够带给消费者 更多新颖或者是便利的使用者体验 上面有个五种不同的使用模式 包含平板模式 阅读模式 大萤幕模式等 厂商一直在尝试 因为他们可能尝试做 今天在闭合状况下 是13寸的小笔电 但是在摊开之后 你可以搭配键板滑鼠 变成16寸的大萤幕的桌机的形态 对消费者的话 它的价格效高 然后规格上面来讲 你可能定义在入门的规格 但是价格相对是高很多 我觉得这个厂商还是在挑战 或是说尝试就是消费 消费者接受度跟喜欢的产品线 我倒觉得未来是有机会 但是可能还是三五年吧 目前折叠笔电和一般笔电比较 优势为机身轻薄 又具备大尺寸萤幕 但缺点也正是因为轻薄特性 导致散热功能无法兼顾 再来是最关键的价格问题 目前市售的折叠笔电都要破10万元 甚至近20万元才能拥有 消费者他要愿意购买笔电的价格区间 通常会落在3万块到4万块之间 特别是在重量轻薄这个重视程度 我们在我们这边的调查来到了31% 对 那就在这个31%里面 其中又占了将近八成的使用者 是会随时攜带自己的笔电的 今天如果这个东西跟一般的电脑的价差 没有很大的时候 你会不会考虑它 会啊 多一个选择 我们现在的需求不是只有 电脑不是只有工作 可能会兼顾娱乐 功能特性和消费者所能接受的价格范围 产生拉锯 而目前桌上型电脑笔电再到平摆 也早在市场上各有立足之地 相较于最近几年 折叠手机已经在市场上 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每年以双位数增幅成长 但是以折叠笔电上面 现在还是在探索期 虽然已经有四家的业者相继推出产品 但还是在起步阶段 而最近屡屡传出 苹果正在研发折叠笔电的消息 甚至有意说是最快可能在2025年发布 外界预期一旦苹果加入 有望带动市场崛起 苹果有两个特性 第一个是他们会采用一个 就是非常成熟的技术来做 在做产品的导入 那相对来说 你要说再创造也好 但对消费者的话 是不管是价位或是功能上来讲 是一个比较能接受的甜蜜点 然后再来还是有一个考量是 苹果他们在软体的应用上面 是比较多琢磨的 各大PC大厂在领域中力求突破 有助市场活络 但是否真能掀起热潮 还必须看消费者的接受程度 TVB的新闻 纯入怀疑热声 谢丹茨特报导 而台湾的儿科医疗体系 正在拉警报 医院几乎很难招到儿科医师 北京就在于薪资是相对低的 而健保制度也不利儿科 卫福部长薛瑞源就很担心 十年过后 儿科的重症病例 恐怕都得送到国外去治疗 每天早上一来就会先观察 每个孩子当日的状况 例如说是否退消 目前的生命真相如何 儿科住院医师每天负责查房 开药写病例的工作 确保病童的身体状况 三成佑当儿科住院医师 迈入第三年 相较成人病人 儿科医师需要花更多心力 但现在新进的住院医师 张牧律雪崩市下滑 儿科人力相当吃紧 每一个年度的住院医师 大概可以招收两位左右的名额 但是其实像我们目前第二年的住院医师 是属于空缺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没有人是儿科的第二年住院医师 我们的家户病房的这个 值班的人力可能相对就变得比较吃紧 台湾儿科的住院医师张牧律 从过去的98% 已经下滑到70% 但全台就有10个县市 张牧律是连七成都不到 包括六都中的新北 台中 高雄和台南 儿科新鲜每年流失5% 但相较内科 外科 妇产科 张牧律已经回升到9成左右 我们未来会不会有可能找不到 儿科医师 以台大为例的话 今年是遭到第三招 好不容易才遭满 我们英文也要遭14个 可是我们到了二招三招的时候 来我们这边的人 其实可能是别的医院录取小儿科的 他本来那家医院是期待他去上班了 可是因为他知道台大医院有缺 他又跑过来了 那家医院就变少人了 虽然台大医院招满 可是并不代表整个人数是增加 其实人数还是没有变 愿意走儿科的人数 还是相对上是比较少的 就连一届龙头台大 也要招募三次才招满人 卫福部长薛瑞援就直言 儿科专业人才缺乏 再过十年我国重症的孩子恐怕会有病 没人医只能出国就医 儿科张不到人导致朱院医师负担加重 更让主治医师要跳下来值班 整个儿科医疗体系呈现恶性循环 直接冲击的是儿童的医疗权益 少子化使得一些困难疾病的个案减少 是对整个训练来讲是不利的以外 再加上愿意进来学的人也变少了 来走这个科的人 他可能也不见得想要学最严重的疾病 就有可能某些疾病再过五年以后 你在国内就找不到会处理他这个疾病的医生 年薪医师越来越不愿意投入儿科领域 关键就在薪资输其他科别一大截 按照现行健保的支付制度 对儿医相当不利 加上儿科几乎没有自费项目 难以提高收入 住院医师又一个人当两人用 过劳又无法保障薪资的情况下 自然不敢加入 因为健保的给了那个诊查会 是很低的 差不多200多到300吧 一个病人的诊查会 可是几乎所有医院 都会从这个诊查会里面 抽掉三分之二 给到医生身上大概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小儿科医生大概只有从诊查会 得到他们的所得 他们也没有智慧的项目 这种制度是没有办法引诱年轻人 我们在整个健保的给付上 事实上对儿科显然是非常的不公平的 因为他们的儿童的人数在减少 可是他的技术的困难度在增加 整个儿科的健保的支付 健保的给付要把它提高 第二个可能政府对于这些重点医院 或核心医院里面的小儿科的医师 可能要给他一些补贴的一些薪酬 来维持就是说这些儿科的组织医师 能够看到他留在核心医院 或专责的这个重点医院 他起码他的薪资能够维持一定的水平 当务之急提升儿科医疗的健保给付 让医师的付出有合理回报 专家也建议我国的儿科医疗 需要一个统合单位 可以成立类似日本的儿童家庭厅 负责儿童相关政策 看到日本的这个情况 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思考 就是说在我们台湾 是不是更需要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单位 包含儿童医疗在内的儿童的 相关的这些问题 生出来的小朋友 那一个都不能少 能够顺利的长大 台湾儿科医疗体系拉紧报 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断层 尽管少子化 但现代儿童疾病比过去更多更复杂 想要孩子的未来有医可看 必须尽快找出解方 TVBS新闻 严瑞珊 刘燕轩 台北采访报道 而肺癌的解方又是什么呢 我们以肺磷癌为例 因为很难诊断 治疗方式也不太容易 会压迫到神经或是血管 所以到了晚期之后 平均的存活率只有一年 抽烟是造成肺磷状细胞癌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因为公共场所 无烟环境的推广及烟菌的抽取 抽烟人数已逐年在下降 磷状细胞癌病例数也逐年在减少 约只占整体肺癌的10%左右 然而在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中 磷状细胞癌病患的5年存活率 却与肺腺癌有相当大的差距 第一期肺腺癌与磷状细胞癌的 5年存活率相差不大 都在90%左右 然而第二期磷状细胞癌的 5年存活率60几% 约是肺腺癌第三期末的存活率 第四期肺磷状细胞癌 全国的5年平均存活率 更低于7% 全国医院的治疗成绩均是这样的趋势 主要是磷状细胞癌 可使用的药物不像肺腺癌 有多种基因突变 可以选择不同的标靶药物来治疗 磷状上皮肺癌发生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气管的粘膜 长时间暴露在致癌物的烟 就是我们抽的烟 导致于它会产生癌化 所以它发生的位置 一般会是比较靠中心的气管 也因为这个样子 它处理起来会特别的棘手 跟肺腺癌比例比较起来 它处理起来会特别的棘手 因为它通常耗发的位置 都比较靠近中心 都比较靠近大血管 比较靠近气管 所以它在处理起来 它一般通常很快 一般只要发生没多久 它就会影响到气管与血管 台湾的话 非小细胞肺癌大概占90% 其中有将近两成的病人 就是所谓的磷状上皮细胞癌 那磷状上皮细胞癌 在我们过去的这个分析里面 因为它没有一些特殊的 比较少的一些标白药物 可以去使用 所以它的治疗的成效 其实是比较差的 那肺癌的早期 其实是大部分都是没有症状 医师指出有症状的肺癌 大部分不会是早期 因此用症状来分 可能会耽误很多治疗时机 所谓的肺部磷状细胞癌 简称肺磷癌 肺磷癌它有三部特性 诊断不易 治疗不多 愈后不佳 因为肺磷癌相对于肺腺癌 它比较容易耗发在中央位置 所以容易有压迫 神经血管气管 还有食道的问题 所以容易造成有一些咳嗽 咳血 颈部 脸部肿胀 甚至声音沙哑 吞咽困难等症状 如果是早期 磷状细胞肺癌 与其他肺癌 都是以开刀为主 若是在晚期 则是以化学治疗 以及免疫治疗为主 虽然肺癌治疗 已经进展到 所谓的精准医疗 也就是说 会针对非小细胞肺癌 去检测 是否带有所谓的 驱动基因的突变 以及对应的 标靶药物治疗 但是呢 磷状细胞肺癌 不像肺腺癌一样 大部分没有所谓的 驱动基因突变 所以呢 也就没有所谓的 标靶药物可以做选择 这几年来呢 免疫药物的发展 延长了肺癌病人的 整体存活时间 这也提供了 磷状细胞肺癌的 治疗的新的选择 至于病人的组织切片 表达高免疫指标 PD-1带50%的病人呢 这时候就可以考虑 单纯使用 免疫药物的治疗 这一方面呢 健保是有给付的 那一旦确定诊断呢 我们一般呢 还会再测一个PD-L1 那这个PD-L1 可以帮助我们 是不是要使用 我们的免疫治疗 因为我们传统的化疗 跟放射线疗法呢 它的一个成效有限 假如能够再加上免疫治疗 那效果就会非常好 所以以外科医师的角度而言 其实磷状上皮细胞癌处理起来 会比肺腺癌处理起来 困难度相对很多 因为大部分 磷状上皮细胞癌的病人 在诊断出来之后 通常是已经没有办法手术 必须要靠化疗 电疗或其他辅助性的方式 医师提醒 一旦被确诊为肺癌之后 务必要寻求正规治疗 不可相信偏方 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才能让肺的磷状细胞癌 获得最好的治疗成果 TVBS新闻 陈如环 廖广斌 萧印强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美女必须为正式营业做准备 会进行两天营业的外地考察 薪芝沙农成员的颜值排行 跑得成功了